第五集 从善如流 出处 春秋 左秋明 左传 成功八年 是意 从 听从 善 好的 正确的意见 如流 像流水一样 像流水一样迅速而自然地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 比喻 乐于接受正确的意见 听从善意的规劝 历史典故 鸾淑 春秋时期晋国的上清 因屡立军功升任中军元帅 公元前585年 楚国派数万精锐军队进攻郑国 郑国不敌向晋国求救 晋景宫派鸾淑率军前往旧政 鸾淑的军队刚到郑国境内就遇上了楚军 楚军见晋军来势汹汹就退兵回国了 鸾淑不想就此撤兵 便去进攻与楚国结盟的蔡国 力量弱小的蔡国见晋国来犯 连忙派使者向楚国求救 楚国本不想与晋国正面交战 但蔡国来求救很明显此战已经是避无可避了 于是楚王派公子申和公子成带领军队前去救援 晋国大将赵同和赵阔向鸾淑请战 准备率军攻打前来援救的楚军 鸾淑同意了 这时鸾淑的部下知庄子 范文子 韩县子建议说 楚军本来已经退回去了 现在又折回来 一定是有备而来的 千万不可大意 此战如果我们获胜了 也只不过是打败楚军 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但是如果失败了 就一定会令人感到耻辱 权衡利弊 这一战还是不打得好 我们不如收兵回国 文叔觉得他们说得有理 便下令准备撤军回国 但军中仍然有很多人想与楚军决一胜负 又听说鸾淑决定撤兵 就跟他说 其实贤人与多数人的想法是一样 只要用心去做 事情就能成功 您为什么不按照多数人的想法去做呢 身为主帅 辅佐您的有11个人 其中只有三个人不主张开战 说明想打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您为什么不按多数人的想法行事呢 鸾叔回答说 正确的意见才能代表大多数 之庄子他们三个是晋国的闲人 他们所提的意见正确能代表大多数人 我就采纳他们的意见 于是鸾叔下令撤兵回国 两年之后 鸾叔率兵攻占了蔡国 接着想去攻打楚国 之庄子 范文子 韩县子等人 分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后 建议鸾叔暂时先不要攻打楚国 而应该去侵袭沈国 鸾叔觉得他们的建议正确合理 便去攻打沈国 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鸾叔能正确听取部下的意见 人们称赞他能听从好的正确的意见 就像流水一样迅速 成长心语 常年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 但凡能够建功立业 称雄一世的明君英主 他们对于敢于直言相劝 排除国家隐患的忠臣良将极为尊重 贤民的君主虚心纳贱 从善如流 做到防患于未然 成就一番伟业 与此相反 拒绝不同意见 骄横专断的君主 到头来落个国破家亡 身败名裂的下场 正所谓多见者博 多闻者智 拒见者色 专辑者孤 一个人要是傲慢孤僻 拒见是非 一意孤行 没有不自讨苦吃的 所以我们要多看多听 接受他人的批评意见 这样才能使自己增长知识 脱颖而出 获得成功 然后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